Hello大家好我是小火 好久不见呀你们还好吗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呢就是防晒 防晒有多重要这个应该不需要我来讲了吧 但是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美人会跟我一样 对防晒是会有很多误区的 我之前的话我也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期视频 下面这些防晒误区你很有可能会才到 我这是搞不懂 像你们这些女人每天都在说什么防晒防晒 像我本人我的偶像著名黑人女艺术家 雷哈娜女士和爱丽星蔡小姐 所以说我本人呢也是一个美黑爱好者好吗 所以我就不care太阳把我晒黑呀 那我还要涂什么防晒霜呢 我根本就不惧怕太阳了进去的晒呀 阿里哭里哗哑哑 我就喜欢黑 我就喜欢太阳 那我并没有什么必要涂防晒了吧 如果你喜欢黑 那你就去美黑 而不是晒黑 因为防晒除了防晒黑之外呢 还有防晒脑 防晒霜 如果你常年以往不防晒的话 还有可能得皮肤癌 所以说防晒防的是多方面的 并不仅仅只是体力于防晒黑这个层面上 我的面霜里面有SPF15 我的粉底液里面有SPF20 20加15 1得1 2得2 1 3得3 45 那我就不用涂防晒了 我的面霜和粉底液里都带了防晒纸 那我就不用再涂防晒霜了吧 大家都知道涂防晒如果真的是要达到防晒效果的话 我们都知道对吧 涂防晒一定要涂一元硬币大小的这个量 才能达到防晒效果 面霜也好 粉底液也好 如果真的要达到这个量的话 那要涂多少呀 整个人都会白成个鬼吧 真的就是树叶有专攻 专业的事就叫给专业的人去做 你的粉底液呢 它主液就是粉底液 它的副叶是周末偶尔去老一点外块 当一档防晒 但是你的防晒霜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全年无休 它就专门 它这一辈子就只做防晒这个事情 所以说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好吗 不管你前面用的那些产品里面 你的护品啊 你的乳液啊 你的面霜啊 你的粉底液里面带了多少防晒指数 都不如老老实实涂一瓶防晒霜来的好 我们上这个防晒霜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手法 知道吧 拍拍拍哦 把这个防晒霜拍进去 让它吸收哦 这样子呢防晒效果才会好哦 你看这个手法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吧啦 要用拍拍拍的手法涂防晒霜 让肌肤吸收效果才能更好哦 防晒霜并没有吸收这一说 防晒霜它是不能被我们皮肤所吸收的 它并不能这样拍拍拍 就这样被我们拍进去啊 那是护肤品 它跟护品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上妆手法 反而会让你的防晒霜 搓泥啊不均匀啊等等 正确的上防晒霜的方法 应该就是一个方向均匀的 这样去涂抹它 而不是拍拍拍 天哪 这个防晒霜竟然有这么的好评 都是水瓶 都是买都是刷的吧 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么多好评 我才会买它的 但是买回来之后呢 就整个我的脸上脱下来的泥 这是可以炒一盘菜了 我偏偏我就要给它一个插瓶 我现在就给插瓶 不可否认的是市面上确实会有一些防晒霜会搓泥啊 但是其实在买防晒霜的时候 你会做很多功课吧 就你至少会上网搜一下对不对 这个防晒霜好不好用口碑怎么样 如果说大部分的人都说 这个防晒霜搓泥垃圾 然后你肯定也不会买对不对 那如果你买了一个口碑还不错的防晒霜 就买回来之后 你觉得你自己用错你的话呢 其实有可能会有一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上妆的方法 就是你涂防晒霜的手法呀 就是除开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有的妹子可能会拍拍拍之外呢 就有的人啊 就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 就这样搓啊 就来回这样子搞一下 左一下右一下 上一下下一下 你真的是 你以为你在搓汤圆呢 真的是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有可能你在上防晒霜之前的护肤品呀 它是不是凝胶质地的呢 如果是凝胶质地的 你后面再去上防晒霜 那肯定是会脱离的 或者是你之前的护肤品里面 是不是还有 比如说像玻尿酸这样的大分子类呀 这种成分的产品呢 这种精华面霜啊 或者是什么 你刚刚敷了一个质地很厚重的面膜 你并没有把它洗掉 然后你再上反防晒霜啊 就这些的话 都有可能会导致脱离耶 就尽量保证你的护肤步骤 是一个比较精简 比较清爽的一个流程 这样的话后续上防晒霜呢 是不会脱离的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你真有眼光 你手上拿来这块隔离乳 这是我们店畅厢的隔离乳 它能够隔离彩妆 隔离紫线 隔离空隙中的脏东西 有了它 连防晒霜都不用擦了呢 隔离霜什么功能都有简直万能 所以防晒霜你好 防晒霜再见 隔离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梁姊妹不讲讲话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隔离很鸡肋 可以不用买 我觉得隔离乳 它之所以这么火 也是因为 我们现在都很懒 对不对 如果还要往脸上 糊弄的东西的话 就很烦嘛 所以说隔离乳 它就打的那个宣传营销的点 就是 就很全能嘛 就是又能当粉业 又能当装切霜 又能当黄晒霜 还宣称所谓的 能够隔离空气中的脏东西 什么点它都想讨好 什么功能它都想有 但它每个功能都做不到 那么的专业 隔离霜 你说它要隔离彩妆 但市面上很多隔离霜 它说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粉底液 粉底液它就已经属于彩妆了呀 它就已经属于底妆了 对不对 你怎么去隔离它 然后你说它隔离什么紫外线 隔离紫外线 它其实就是防晒霜的功能吧 就是你可能带了一点防晒指数 但是你根本就不够啊 你比不上专业的防晒霜啊 还有比如说隔离 什么空气中的脏东西 我一个粉底液 糊在脸上 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把空气中的脏东西 隔离开好吧 就反正我觉得隔离霜这个概念的话 就很讨巧吧 就特别能抓住我们这种 男女孩的心里 就什么东西 什么功能都会有 然后用它一瓶就够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的话 隔离霜和防晒霜 选一个的话 大家就选防晒霜吧 他们都说不服面膜的女人 没有未来 不 不涂防晒霜的女人 才没有未来 既然还有人不涂防晒霜 异类 防晒只能通过涂防晒霜 才有效果都9012年了 还不涂防晒霜的都是异类 防晒的重要性 大家是越来越重视了 但是防晒霜 并不是防晒的唯一的途径 我们都知道防晒分软 防晒和易防晒分软 防晒就是涂防晒霜 硬防晒就通过衣服啊 各种物件的遮挡 让我们达到一个防晒的目的 其实并不是 世界上每一个人 在任何状态下 都是适合土防晒霜的 也是要分情况和分人来的 就比如说 皮肤屏障已经完全受损的人 就怕红发痒啊 潮疮啊 各种就烂 就基本上等于烂脸的那种吧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硬防晒就具有 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防晒霜的话 多多少少是对皮肤 是会有负担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还是要先把脸养好 然后再去考虑软防晒 现在的话 你就先乖乖的硬防晒好了 那说了这么多 有没有我推荐的 防晒霜安利给大家呢 有的 大家要到下一期 因为这期我觉得 时长应该太长了 不想把视频说太长 防晒霜安利的话 可能会下期 或者是下下期吧 中间可能会隔一个 其他的什么 其他的视频内容 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一个干皮 坐标南方 肤感很好的 价格又相对而言 性价比较高的防晒嘴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一定要记得日常维护 我们的虚假结尾 请转发评论点赞